早晨,歡迎大家來到這個East Coast Park 你看到天色這麼昏暗,我又在做什麼呢? 當然是看日出,沒錯,我不看到一個完美的日出 我是不會放棄的,時間有多早已經完全不重要了 我們最重要是看到日出 應該已經正在出了,怎麼也要先吃早餐 嘩,這個叩圖,看一棵樹 還有後面的紅蝦,叩圖簡直是完美 哎呀,正在來,正在來 好,剛才我們就看到我們第三個日出 看到一些紅蝦,看到一些神光,都不錯 不過是暈多了一點點 但很開心可以看到一個鹹蛋黃 可以升出來 不是在地平線、海平線上升出來 但是呢,都已經有一種潑熱開朗的感覺 因為這裡其實都很骯髒 所以,我想我就不會在這裡游泳了 很多垃圾等等 還說我帶了很多游泳的用具 泳褲等等 有一點點 對 哦,這就是OLED 對,是OLED 哦 所以,我覺得食物會不會有 咦? 咦? 我們可以去到別的地方 這個都是我們租上去的 肉骨茶 這麼巧,這麼巧 先試一下 這些服務菜都不太好 我希望食物好吃 好,我們現在點的肉骨茶 來了,我要試一下 首先,肉骨茶要試一下茶香 有點辣 沒有我想像中藥草味那麼多 好嗎? 好嗎? 但也不錯 我們來看看茶香 嗯,剛才好吃 對 不會太硬 這麼大一鍋 你會看到有很多肉在裡面 對 只是12元 大概是70多元的港幣 好,那麼快就來到這個新加坡 金鯊娛樂城 這裡的規定就是不想讓本地人 經常進去賭的關係 就會收100元波子 大概是500-600元的港幣 我們現在就不用付錢 因為外國遊客有護照的話 就可以免費進去參觀 以及進去玩一下 我看看我有沒有手機可以進去玩一下 不過裡面就不可以拍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在這裡說再見 這個岸宿部都拉得不錯 其實我本身對建築也很有興趣 我當時也想過那一家建築 但看到這個這麼宏偉的建築 真的忍不住說了一聲 這個就是金鯊娛樂城整個模型 你看到所有細節都很detail 而且設計得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有流線型線條 我們一會就去空中花園那裡 我們現在就上到這個空中花園了 他給了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那些導遊或者廣介那些 就好像博物那樣 嘩,出去看看 可以了 比那些遼亡靠更加舒服很多 而且你這樣看下去 說你有胃口 真的天氣不好的看下去 這個就是整個空中花園 最豪華、最奢華的一部分 就是整個泳池 你看到泳池邊 是跟外面的景色是連繞一線的 所以就好像那些水 泳池是一邊伸延出去的 那一幕下去的感覺真的很震撼 不知道在裡面游泳會有什麼感覺 第一次來,很有感覺 不知道夜間的夜深動物養有什麼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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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神奇 還有整個感覺很安靜 第八日的行程挺輕鬆的 首先我去看日出 之後回來這裡休息再出去 在休息的時候發現我還沒介紹這間酒店 飛龍酒店是新加坡的便宜的酒店 但房間比較小 看到我到處都放了很多東西 都沒有位置放其他東西 因為房間大約100呎 放到一個queen sas 床之後 基本上沒有其他位置 而且這個地區是處於紅燈區 所以出出遊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紅燈區的小姐在招來 當然不會這樣騷擾到我 但好像有點不太得體 今天也遊歷了這個金沙娛樂城 整個建築是十分浮誇的 它給你上去的作用 其實好像示威一樣 因為你一見到游泳池 真的很漂亮 你會自然很蠢蠢用動 上去游泳 很成功地吸引到我 但其實如果你來到新加坡 都值得上去看一看 因為整個建築很刺激 整個建築 終於回到今天 我去了金沙的匡中花園 也去了野間野生動物園 也吃了不少東西 例如海南雞飯和肉骨茶 今天吃的洗費總共是653元 也認識一下 也認識一下 在明瞬間 去年